大家好 最近老看这个国内的媒体报道 美军经常在这个叙利亚投人家的石油 那么偷油的车队一眼都忘不到头 而且他们不是就偷了一次 那么根据这个叙利亚的报道 一个月他们就偷了七次 他们偷走了叙利亚超过80%的石油 价值高达1000亿美元 那么这些都被美国给偷走了 而且美国人他们还是明目张胆的偷 有的网友就改编了歌曲 美军偷石油 还挺有意思的 咱们先看一下 获得本质大赛 一等奖的是 职业小学李建兴同学演唱的 我为主国 石油 G.I. Joe Homies Tailed Apart Gorgeous spirits of mountain cereal 家绅 为什么美军这么明目张胆的偷人家石油呢 而且为什么没有人阻止呢 联合国为什么不管呢 西方国家为什么不能如实报道呢 是不是迫于美国的淫威 不敢真实如实的报道美军偷石油的事情 那么叙利亚一直是阿拉伯联盟成员之一 为什么阿盟也不管呢 阿盟不但不管 还把叙利亚在阿盟的会员资格给暂停了呢 这都是为什么呢 目前在叙利亚的驻军 不止有美国还有俄罗斯 土耳其还有伊朗 为什么他们都要在叙利亚驻军呢 可能有的网友还不知道 叙利亚目前呢不能算一个正常稳定的国家 叙利亚呢是陷入内战的已经长达11年了 因内战而导致死亡的人数呢高达50万人 为什么这个国家要内战呢 为什么这个国家有人要反对这个叙利亚的总统巴萨尔和他的前总统父亲呢 他们父子俩统治叙利亚已经超过52年了 他们都做过什么呢 有过什么贡献呢 那么具体叙利亚内战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呢 阿罗联盟啊 还有欧盟啊 还有美国这些西方国家 为什么不承认叙利亚这个总统巴萨尔呢 那么美军俄军土耳其都在叙利亚驻军 还有伊朗呢 在这个叙利亚呢 部署这个军事基地 他们的目的都是什么呢 今天呢 咱们都不聊啊 今天咱们就聊为啥美军要偷人家石油啊 那么叙利亚的石油储备呢 在世界上排名啊 第35位啊 不太高 排名第一的是委内瑞拉 排名第二的是沙特 第三的是加拿大 第八是俄罗斯 第十一是美国 第十三是中国 那么排在叙利亚前面的还有巴西 墨西哥 黑山 挪威 印度 英国 马来西亚 这个埃及 印尼 越南 澳大利亚 也门等等啊 那么没想到哈 越南也排在了这个叙利亚的前面 按理说呢 美国呀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呢 今年预计的GDP啊 高达24万亿美元 就算呢 偷了叙利亚的1000亿美元的石油 也只不过呢 占这个美国GDP的0.4%啊 不至于啊 为这么点石油呢 冒着干偷盗的这个骂名 我觉得不知道哈 不过呢 也有网友说了哈 谁会嫌自己的资源多呢 也有道理 那么美国偷叙利亚的石油 是什么借口呢 他说了啊 为了避免叙利亚油田呢 被恐怖分子啊 破坏 而采取的保护行动 可是谁要求美国 采取的这种保护行动呢 起码叙利亚政府呢 没有这个要求 而且这些石油啊 被运到哪了 是不是卖掉了 卖给谁了 卖了多少钱 卖的钱又给谁了 是美军给贪污了 还是把钱呢 运回到美国了 这些钱呢 怎么入账 是算联邦政府的收入 还是算美国地方财政的收入 我觉得这些呢 都应该好查 因为呢 它不是一块钱两块钱啊 是那么多的石油呢 对吧 查出来呢 应该公告天下 看看美国的脸呢 往哪搁 好了 今天这个小节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 别忘了查案点赞 关注和转发 谢谢